我们在一起这段时间 感情一直都很好 就前段时间 他突然给我提出了分手 真是莫名其妙 我发现他身上的坏毛病 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和他在一块 实在是太累了 我觉得我一直都在迁就他 可他突然觉得 我身上毛病特别的多 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他 可是他却对我越来越冷漠 我该怎么接受他 这标题说的 互相迁就的爱情 该不该要 我相信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也许在你们的内心 就已经有答案了吧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秋23岁 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李21岁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好 欢迎两位 怎么了 女嘉宾 就是主持人我俩 就是现在矛盾已经太多了 然后我都感觉快过不下去了 觉得太累了 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主要是你事太多了 你说 我怎么事多了 比如说前几天 我们刚来天津的时候 刚下车 就有个出租车司机 问我去哪里 就是他说去酒店 出租车司机说 最少二十块钱 那行二十块钱 他知道 从那到酒店 其实没怎么回事 好了你别说 主持人我跟你说这个事 就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这个人嘛 就是平常到一个 陌生的一个地方嘛 然后我就习惯性地查一些 附近有什么吃的 有什么住的 有什么好玩的呀 或者说那公交路线什么的 我都好提前查清楚 然后这次我就查清楚嘛 然后就本身就是起不价的功夫 那个一个开出租车的一个司机 张口要二十 我当然不愿意 我肯定会找他理论理论 我说为什么就要二十呢 本来起不价这种道啊 因为咱来到陌生的城市 如果他说的价钱有点高的话 咱可以选择不去做 咱可以走 咱没必要去给人家理论什么东西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道吗 那你是害怕担这责任的 你到了个陌生的地方 那你就害怕咱们这人吗 并不是你想的这个样 其实我是想的 咱只要安全到达就可以了 没必要跟人家理论这些东西 你们俩这个点点滴滴都有冲突 你看来天津路过节目也有冲突 接着说来之前是什么问题 你不爱干净你知道吗 我准你看我像不爱干净的药吗 这事我真不好说 你说吧 他今天这来录节目干嘛 他穿的就是人五人六 他其实就是驴缝蛋子 外边光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在全球广场那边玩 然后坐公交车 我就领着他到最后一排去坐了 我那一屁我刚坐那个地方 那紧接着就那个味就把我顶得不行了 因为夏天热嘛 然后都不要让他穿那个五角的鞋 我就让他穿那个凉拖你知道吗 然后我赶紧就打开窗户了 我就感觉缺氧了 然后人家有一个乘客 就是不夸张地说 他就上去就闻看到底是谁的味 好歹到站了 我就赶紧领让他下车 别提多尴尬了 表示我一天干活能累 然后我运动量很大 所以说导致出了汗 这个味其实不是我个人原因是吧